《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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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 《诗试》 《诗试》 Jazoma 7.0 How to Start 聖阳望宗徒 圣史庆日 黎撒读经分享 圣经今句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若望福音》第二十章八节 耶稣心爱的门徒若望 作为天主圣言的目的见证人 写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书 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们中间 他为了我们的救赎 而死或复活 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 若望是第一个到达耶稣坟墓的中途 和其他门徒一样 他没有想到会看到一个空坟墓 也没有准备好 听到天使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 使若望相信耶稣复活了 肯定不是在坟墓里看到尸体 如果耶稣的尸体 万灾就是说明他没有复活 并使他的死 成为伟大的导师 和奇迹创造者的光荣事业 成为一个悲惨的结局 当若望看到空坟墓时 他一定会想起耶稣 关于他将在第三天 复活的预言 借着信得的恩赐 若望意识到 西上没有坟墓 能容纳主和生命的赐予者 若望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作证说 我们听见过 亲眼看见过 瞻养过 以及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 若望见证了永恒存在的事物 这个生命的圣言 是圣言成人的耶稣 也是先知所宣告的圣言 也是现在在基督教会中 为所有时代所宣告的圣言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并向他的门徒显现过 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关于他的一切 也没有什么能把悲伤和绝望的人 变成充满喜悦和勇气的人 复活的事实是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事实 借着圣神的恩赐 主赐给我们信心之眼目 让我们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大喜乐 就是预见活着的耶稣基督 并亲身认识他为我们的救主和天主 天父 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坟墓 为我们赢得了新的生命 求祢赐给我们信心之眼目 让我们在荣耀中看到主耶稣 帮助我们亲近他 加深对祢伟大的爱和力量的认识 使我们自由地爱祢 在祢永恒的国度中永远爱祢 为祢服务 因主耶稣基督之命 阿满 罗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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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 罗拔神